三藩市 博切斯宣布不參加11月地檢官選舉 三藩市前地檢官博切斯週四宣布 不會參加今年11月該職位的競選 博切斯在Twitter上發了一系列推文 表示會選擇將家庭放棄守衛 包括他牙牙鶴與鵬山鶴步的兒子 在三藩市加大研究多發性硬化症的妻子 以及40年刑門釋放剛剛回來的父親 他還提到對現任的地檢官謝安兒感到擔憂 因為自己在在任時推行的計劃沒有辦法延續 博切斯於2019年當選三藩市地檢官 在今年6月的特別選舉中 因為55%的人投票贊成而遭到罷免 他在罷免選舉前 接受了天下衛視記者張陰毅的採訪 指責保守派推動罷免 並表示將三藩市面臨的問題 都歸咎於他一個人身上是不公平的 三藩市市長布里德於7月任命謝安兒 接替波斯斯擔任地檢官 謝安兒將於11月競選該席位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